光丰地区农会因为疫情考量停办两年的建榫饗宴促销活动 今天盛大登场了 原本预定100桌的桌数即可秒杀 后来追加到了120桌还是大爆满 深知采摘波壳建榫农产的艰辛 特别到场参加的现场徐真卫也霸气地呼吁消费者 买建榫的时候千万不要杀价 因为这份自然健康的美味是取之不易的 搭乘用建筑装饰的农用体验车 上山柴笋的游客民众满载而归 一道建筑饷宴大餐现场 还有剥笋以及烤笋当开胃前菜 游客吃得津津有味也玩得不亦乐乎 好吃吗?好吃吗? 好吃!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光丰地区农会推广3月限定的 泰宝朗建筑农产 办理漫游建筑区 除了体验柴笋以及农特产品展示展售 尤其建筑饷宴大餐重头戏 更是受到消费大众的喜爱 也成功打响建筑农产的美食料理知名度 也收获上级单位的豪评与肯定 这样的一个有机而且高经济驾驶 能够改善我们农村生活的重要的农特产品 可以在光复巷来种植 更需要政府的支持 于是我们推广了第一次的建筑节 以及全国的记者会 让我们光复的建筑一炮而红 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 13年每一年都有办我们的建筑节的活动 已经办理第13年的建筑饷宴大餐 更是年年秒杀 尤其今年农会配合防疫 原定推出100桌的桌数即可秒杀 后来追加到120桌人大爆满 而特别到场参加的县长许正卫 甚至部落农民采摘建筑波壳建筑的艰辛 霸气呼吁消费者 支持这份取之不易 自然健康美味的农产品 所以请大家好好支持 花莲的我们的建筑产业 好不好 好 记得买建筑不要杀价 因为采建筑很辛苦 尤其一年只有一收 所以在这里 这位要谢谢我们在座的 所有所有的贵宾 因为今年气候不稳定 偏冷的天气 建筑也跟着涨得慢 中安市张明发表示 目前产季初期价格落在每包200元 现在建筑进入产季 大概这一两周内 产量就会日趋稳定 市场价格也会依照市场供需 而有所变化 目前建筑笋不如预取的量多 因为可能是气候前面太冷的关系 所以我们建筑笋 现在才陆陆续续的涨出来 目前我们路边 我们卖的是每包200元 每包200元 目前正是品尝建筑的好时机 农会除了在 吉安乡浩克广场 展售产地新鲜值送的建筑 也租借帐篷给产区建筑农 在台九县光复段设摊展售 也欢迎消费大众 永远选购一场这三月限定的健康好滋味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